因為你身為導演同時也是編劇 那也是製作人 你如何會去找到你自己喜歡的故事題材呢 與其說喜歡的故事不如說喜歡的角色 裡面的人物很特別的時候 我才會喜歡這個故事 或是他發生的事情很特別的時候 我才會喜歡這個故事 倒不是說這個故事類型長怎樣 他是行政片 他是社會寫實 他是魔幻 那個都跟我無關 但是這個角色有趣 我就會想要去認識這個角色 而去選擇這樣的題材 你會覺得華語戲劇跟影視 這幾年的觀察是什麼呢 對你來說 我覺得現在小的東西反而容易被看得到 因為製作預算越大的東西 他當然有好的成績沒有錯 比如說九龍成載 他那個好幾億拍的 打得乒乒乒乓是覺得很刺激 他當然也有他的成績 但是反而是小的東西會被看見 像咒好了 我們用製作預算來看 他其實是很獨立 很辛苦很辛苦的一部片 但事實上他竟然賣這麼多 然後我們導演 因為那個是鬼片 鬼片有一定的受眾是兩個類型 是 但是問題是 近幾年來鬼片也就只有 這部片他可以被全球很多地方放大 愛情就是另外一塊 對 那早期好萊塢他們一個八大片商 一定有一個超級IP握在手上 眼福俠啦什麼啦 是 那種超級IP 製作預算大啦 但是不見得 不見得能回收 但是真正能回收 反倒是中小中間片型的這種 就是這種中間片型的愛情片 所以如果連好萊塢都是這樣子在思考 片型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是同樣可以這樣思考 不見得說愛情它就沒有競爭力 我覺得 戲劇的創作 不管是在規格上面 題材上面 生活在類型上面 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對 非常多元 那多元到可能大家 就會思考的一個點 就是到底什麼類型 才是台灣真正可以主力發展的 對 那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從現況裡面 跟我們未來要去走的方向 你覺得哪一個類型是 我們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台灣的觀眾 確實是比較雜實 對 什麼都看了 什麼都 然後也確實會讓我們創作者 有些困擾 以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不妨把愛情當作是一個元素 對 不要把它當類型 因為當類型的時候 觀眾會認為 他就是 他的目標很明確的是愛情 那如果說他今天是愛情跟法律 愛情跟美食 愛情跟醫療 像這樣的結合 那事實上 很多觀眾會 喜歡愛情的會追 會追 然後喜歡其他部分的會追其他部分 所以後來我就跟創作團隊講說 我們就把愛情當作是人數來使用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路會 開得比較大一點 感性觀眾就會 比較大 感性觀眾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因為你的製作預算低 我不會因為你的製作的條件比較差 沒錯 但是因為我喜歡這個角色 沒錯 於是我看進去了 台灣常常寫愛情影片 他本身都很大部分是單身 他說欸 為什麼 把很多床景都往他進去 比如說 比如說我做夏日檸檬草 作者本身現在也是 也是單身啊 對啊 他也就 對於愛情的床景是用幻想 你在跟編劇溝通的時候 你會期望你溝通的編劇 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或合作的編劇 你覺得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現在編劇太過於 依賴 旁白去帶角色的心情 那 旁白帶角色的心情 他當然旁白這個工具 很好用的工具 因為他很快可以讓觀眾去理解 角色現在發生什麼事 他心情怎樣 我們也不需要把這個工具丟掉 但是 在寫的過程中 我們先試著先把旁白先 避開來看看 這個東西 完不完整 能不能訴說 如果可以的話 旁白就是加分 旁白不是拿來 補動 這個東西 我是這樣在看待劇本的 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在想說 我對於編劇的特質 我比較偏好哪些人 第一個 我其實很在乎 這個編劇有沒有熱情 對於如果他只是一個工作的話 基本上 我相信他不會 我們都不會共同成就出一個好的作品 所以 我很在乎 這個編劇 對於創作這件事情有沒有熱情 對於他自己的故事 對於他故事裡面的角色人物 是不是有溫度的 有熱情的 台灣影視作品要走出本地 好 你自己覺得海外對於華劇國片 最有輸出能力的特色是什麼 跨國的輸出首先是 文化上的隔閡 類型的出現就代表 他就是為了消弭這些文化的隔閡 愛情類型 然後或者是警匪類型 綠政類型 這種出現是 每個地方都有 他為了要消除這個隔閡 但是你現在又 把台灣的政治文化 台灣的什麼文化 就 如果要加進去的時候 就限制了非常多 那與實際上我站的立場是 我們真的好好講一個類型 然後我們不需要過於去強調 台灣的本土特色 而是說把這個本土特色放入生活 放入角色的生活 觀眾喜歡這些角色 他就會追這些東西 對啊 這是我的看法 由於遊戲這種東西 這永遠也不會是 韓國本身文化長出來的 這也是老外的什麼 飢餓遊戲這種變形過來 那你現在看就 大家覺得也無所謂 就好像 他就根本就長在韓國 所以我們創作者 或者是把關者也好 不必特地去限定 台灣有什麼或沒有什麼 台灣怎麼可能有活室 台灣怎麼可能有這個 台灣有這個 難道觀眾 感覺導演有受過傷這樣子 哈哈哈 っていう 我們無法 跟我們的 都哪裡都超 摔摩 是